熊会冬眠,但冬眠习性会随着生长环境而改变 一般生长在北方地区的熊才会进入冬眠期 而且在冬眠前会吃较多的肉类食物 维持冬眠期间的体力消耗 而生长在亚热带地区的熊是不会进入冬眠期的 熊属于杂质性动物 以青草、苔藓、坚果、坚果、鱼蟹、鸟卵、蚂蚁、蜂蜜等食物为食 而且熊的视觉和听觉较差 嗅觉发达,常单独活动 只有在发情交配期,熊才会成对的出现 熊有棕熊、北极熊、马熊、马蓝熊、黑熊等品种 其中,棕熊多生长在欧亚大陆、北美洲等地 北极熊多分布在北平洋附近 马熊生长在中国西部 马来熊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善于爬树 黑熊分布在亚洲 四gue 榜